历史世界频道 国际联盟 简称国联 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巴黎和会召开后组成的跨政府组织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 为其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 国际联盟的成立目的 例如国际联盟盟约所述 包括透过集体安全及军备控制来预防战争 借由谈判及仲裁来平息国际间的纷争 国际联盟及其他同时期的条约 也提到劳动条件 对原住民的公平待遇 人口走私与贩毒 军备交易 公众卫生 战俘待遇 以及保护欧洲的少数族群 1934年9月28日至1935年2月23日期间 国际联盟达到集盛时期 会员国数量高达58个 国际联盟所体现的外交思维 反映了数百年来世界外交方式上的根本性转变 国际联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因而需要依靠当时的大国执行其决议 维持经济制裁 或是在必要时提供军队 然而这些大国未必愿意这么做 经济制裁也会伤害国际联盟的成员 因此这些国家不愿意配合 美国则因为参议院拒绝接受反尔赛条约 一开始没有加入国联 在第二次意大利伊索比亚战争时 国际联盟指责意大利军队将国际红十字 与红星月运动的医疗帐篷作为攻击目标 贝尼托莫索里尼则回应道 国际联盟在麻雀大声喊叫时运作得很好 但在老鹰掉下来时一点用都没有 在1920年代国际联盟有显著的成功 但是国际联盟终究未能阻止 主要四个国家纳粹德国 意大利王国 匈牙利王国和大日本帝国 在1930年代欧洲及东亚的侵略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 国际联盟无法起到维护世界和平 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的作用 国联历时26年 最后在1946年4月20日 刚成立的联合国所取代了国联 此外联合国继承了一些 国际联盟成立的机构及组织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 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